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旗呢 在这个边上这块控那么是大概有个20多目 总体来看的话呢 此时如果说黑旗在这里挖一个 把这个冲的白旗先手冲的这样一个手段防住 然后呢 跟白旗交换 这样 在小间 这个小间呢 是补助白旗加进来这个大关子 在小间 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是黑旗盛世的一个局面 那么顺便说一下这个比赛的背景 此时呢 应该是这是LGB决赛的第二局 那在这个第一局当中呢 是鼓励是先拔头筹 那么其实这个LGB的这个决赛是三番胜负的 所以此时对于第二局的这个理事实来说应该是背水一战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旗能够简单的收束 然后取得胜利的话呢 这应该说是 这之后的局面应该说是比较平稳的 是黑旗从这个优势转换到盛世的一个局面 但是可能由于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或许是对于这个黑空里面存在的这个鱼味呢 李适时低估了白旗的手段 所以他此时呢 李适时呢 他没有选择这个挖一个 简单的把自己的鱼味补好的这样一种方式 而是在这里跳进来 那么从这个局后来看啊 黑旗这一跳可以说是 应该说是一个 如果说导致黑旗最后失败的一个败招吧 那么此时白旗挖一个 那么如果说黑旗挡住的话呢 白旗会先冲 白旗挡 黑旗挡 这样子的话黑旗如果说白旗拖先 黑旗要走过来的话呢 白旗这一带要做活还是比较轻松的 同时这一带还存在着一个白旗煎完之后 还有一个挖断 所以黑旗暂且呢 这个小肩把白旗断掉的这样一种手段是不成立的 再交换了这两下之后 如果黑旗都跟着白旗硬呢 我们会把这个目光聚焦到中复来 那我们之前也说到过黑旗为什么要挖一下呢 就是一带的先手将白旗这个冲的这样一个手段防住 那么这个冲会给黑旗这块控带来怎样的一个威胁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变化图 那实战呢 黑旗是没有挡 可能呢 是在这个白旗一冲的时候 黑旗突然意识到了这个中控的这个余味 最终会将会成为白旗出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 所以说实战的黑旗最后是没有走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到我们自己去浏览旗服的时候 可能看到这一步旗觉得白旗这一冲不是命令型的吗 黑旗必须要走啊 那为什么实战黑旗是选择了拖先走别的地方 可能我们 由于这个自己没有能够很细致的去在这个里面考虑问题 所以也就是很多时候会一带而过 那么正因为这个恰巧呢 浏览到了这一盘旗谱 局面就是这盘旗的自战的一些看法 所以呢 才解开了这些 可以说是存留在心中的一些疑惑 那么现在来看 此时白旗怎么样在这个中控出旗 首先 翻 这应该说 对白旗来说是一套组合拳 然后呢 黑旗是要断的 因为此时这个局面呢 是应该说是非常细微的 如果说黑旗要退在这里的话呢 那么白旗 就可以接住 这一来一回 插的目数就非常多了 而且 以后白旗还可以先断一下 考验黑旗怎么硬 因为作为这个 这样的一流高手来说的话 本身的一个优劣式的话 可能差距仅仅是在几目旗之间 所以如果说被白旗 这扳起来 差的话 跟这个图比起来的话 我们眼前的就差了两目旗 那么同时 这个白旗 要不要在这里 粘住 或者是虎一个更好 那么这需要去 更深入的计算了 但是 总的来说 如果说黑旗退让的话 经过这个黑旗的判断 这样退让是 不能够保证黑旗能够取胜的 所以黑的必须断掉 这是一个前提 接下来呢 是白旗的一套组合拳 白旗靠一个 这同样的问题也是 黑旗如果退让的话呢 又差出了 一二三四 四目旗之多 所以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会冲过来 然后呢 白的再冲 这个次序是一定要掌握好的 如果说白旗先冲的话 黑旗当然也是断 但是呢 这个冲和黑旗断的交换是白损的 那么如果白旗再靠的话呢 黑旗就会选择 安在外面了 因为这之后啊 给黑旗带来的 这样一个福利是打了 这个旗局部 似乎还可以选择 长白旗断的换呢 黑旗小尖这样的 黑旗这个斑呢 可以先手收掉 也就是杜绝了白旗加进来 这样的一个手段 所以这个次序一定要谨慎 白旗靠 黑旗冲过来 然后呢 白旗再一断 不知道摆到这里 我们旗民朋友们看到这个 白旗可以说是零零星星的 这几个子的构造 能够对这个中 黑旗的这个中控 有怎样一个相对来说毁灭性的这种打击呢 所以我们还得接着看 然后呢 白旗再断上去 黑旗需要长 接着呢 白旗为了看得清楚一些 我们就把这个绝对的先手都交换掉 这样比较没有变化 黑旗拐 白旗把这都冲掉 好这样呢 确保了白旗的长一个是先手 黑旗需要小肩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 大致的心里面会有产生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变化图呢 白旗既然在这里靠了一个 显然是跟这一代的黑旗是有所关联的 那之前的这些呢 冲啊断啊这些交换 都是为这个之后的这样一个对杀呢 作为一个铺垫 也就是为白旗埋下了一个伏笔 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这一段 这一段非常的犀利 那么倘若不是作为一个对局者 需要去这样深入的计算 可能作为我们的一个旁观者来看的话 假使没有这个对于这盘旗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可能我们也不会看到 由于白旗这一拐黑旗挡住 由此引申出来这么多的变化 那么白旗断一个 黑旗怎么硬呢 首先我们需要排除掉的是黑旗打这个 这个图呢 这个气差的实在太多了 白旗先打一下 这个必须接 白再一打 黑旗接 然后白旗拐过来 这样我们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 这个旗被白旗拐过来之后 黑旗的这五个子 这六个子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再出逃了 所以这个打排除 剩下黑旗的大概也只有一种下法了 就是从这儿拐打出来 那这个时候白旗的次序是先要在三线上打 如果直接跑的话 黑旗可以直接打出来 然后再一冲 所以呢 对于这个白旗来说看的最清楚的下法 先打掉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黑旗的这个边上的这几个子呢 是有四口气 白旗呢 也有四口气 但是呢 轮到黑旗下 如果说黑旗能够成功的把这个白旗的这四口气紧住的话呢 那么杀气就是四对三 那么黑旗胜 但是现在的一个关键就是 黑旗如何对于白旗这一块旗的这四口气去紧住他的一口 黑旗突然发现这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事情了 比方说 飞一个 好 那么这个飞一个其实根本没有再紧气 因为白旗仍然有四口 如果说贴住他的这个白旗的这个气 那么其实白旗非常简单的跳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呢 黑旗如果挖一个 白的一打 黑的一长 白的一接 黑的只能走在这 白旗在一接 这样白旗的气势越紧越多了 所以黑的也不能贴 那怎么办呢 现在就可以看出当初这些交换对白旗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一个次序了 那么如果说黑旗靠上来这样呢是贴住了白旗的气 白旗搬 那如果黑旗退的话这个应该不用看吧 由于这个地方还还有一个断点白旗就是这样贴出来 黑旗还是没有办法把黑把白旗这四口气完完全全的紧住 嗯那么如果说斑的话 白旗可以从这打出来 再一次呢借用了上面的这些交换紧住的黑旗的气 黑旗 假设这个时候接住的话被白了一冲 对于黑的来说还必须要紧弃 否则走任何地方被白旗一长 这个四口气一下子还变成了五口 所以黑的只用斑 如果斑的话呢被白了一紧 这个黑旗这个子呢 反而是落入了白旗的口中 那么只能团着补 这样团一个 但是呢白旗依然可以冲出来 黑的继续搬 但是此时呢白旗就这样轻巧的一搬 黑旗这个子不入气 那么当初的这些交换是非常明智的 这样看来呢 黑旗如果从这一带走过来的话 白的在这一搬 就非常轻松的长气了 可以说就算白旗不走 这一二三四也已经是四口气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对杀呢 黑旗是应该说是非常简明的不利的 关键就在于白旗之前的这一系列的组合 那么最后这一段可以说是 把这样的一个局部之后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都是了然一心非常沉稳的就把这个黑空呢 整体的一个就销毁掉了 所以说当白旗一拐的时候 黑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最终呢使得这个旗的这个实战呢 没有这样进行下去 倒是呢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了 黑旗为什么没有这样下 也了解到了白旗这样一套组合拳 初期是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些变化 然后呢这个故事呢 其实还没有结束 我们再接着看 由于没有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 欣赏这个高手的旗谱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旗 很看似双方下来都是很简单很病然 但是实际上每一部旗之后啊 这个背后啊都是包含了很丰富的变化图 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深入的去这样 去探索的话 可能就很难领略到这些背后的风光了 那么再来看 实战的黑旗呢没有挡住 他先搬一个 其实呢是适应手 作为白旗来说 只是最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呢 其实就是简单的在这里挡住 因为这样的话呢 黑旗挡住 因为作为黑旗来说 它的主控还是在中复 无论如何黑旗要争胜 必须要把这个挡住 但是这个交换其实无据一事 因为黑旗如果接的话 白旗还是可以从这儿接了挖断黑旗 所以说呢 作为白旗来说呢 稍微下的不太简明 由于白旗的这个不简明 显现呢将这个旗呢 再一次的就是导入到黑旗有力的这样一个局面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 实战的白旗呢是挖了一个 这个挖给白旗带来怎样的一个危险呢 嗯 实战虽然说是黑旗是下出了这个打持 看似是比较正常的 但实际上是错过了一个圣基 那么这个圣基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 黑旗 此时正确的下法应该打在里面 那么白的呢 肯定也只能长 然后呢 黑旗再进行一个交换 把这个接住 接住的话呢 是先手 如果说白旗 嗯 拖鲜不在外面的话 会遭到黑旗的小间 这个时候黑旗的收器要注意 如果说嗯 这样收的话呢 气就不够 这样白旗就可以吧 这三个子气掉没有关系 因为这还保留着一个冲出来 上一个巨大的木树价值 所以黑旗呢应该单间 那么白旗如果立的话呢 黑的再一扑 这些白旗都必须提 那么再紧气 接住 一挡 这样的话呢 就是杀气最终是以黑旗快一气呢 而告终 所以说黑旗的这个间呢 白旗必须 应在里面 必须把这个挡住 那么有了这个交换 然后呢 黑旗再一冲 这个地方呢 其实变化非常的丰富 我们慢慢看 黑旗贴一个 白旗挡住 再一红 这个旗如果白旗接到外边的话 被黑的一冲过来 白旗这块旗就被断开了 那如果说要依靠杖在这个中府去寻求两个眼的话 对白旗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白旗呢 在黑旗猴的时候 要双一个 黑旗呢 顺势再继续冲 白旗接住 黑旗再冲 这个都比较必然 白旗都必须要跟着硬 那么 黑旗再接住 这样呢 如果白旗脱纤很简单 黑旗从这一吃一吃 就出奇了 所以说呢 白旗要接住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 黑旗先手呢 把白旗这一整块旗 从上边连到下边这一块巨龙啊 断开了 但是呢 如果说 要选择在下面 比如说飞一个去吃白旗的话呢 是不太现实 因为 这等于是引狼入室 被白旗从这冲过来 虽然说眼见没有看到 白旗有一个明显的野味 但是呢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俗话说 旗唱一尺 无眼自活 其实这个旗呢 就是白旗应该说是 想要做活的话 嗯 对于黑旗要想吃掉白旗 相对来说 这两者而言 还是白旗要做活 更加的容易一点 所以这个旗呢 所以这个旗呢 黑旗是不敢短然的去冒这样的风险 那这个实战图呢 其实 哦 这不是实战图 就是说 在这个局后 作为李世世的这个 嗯 应该说局后的一个反思当中呢 他认为黑旗还是应该挡住 挡住之后呢 如果此时白旗只能小飞的话呢 黑旗可以靠住 像白旗局部这样委屈做活 黑旗应该说是一个盛世的局面 嗯 这跟我们之前摆的那个 就是说黑旗不搬 那么直接把这个 黑旗不跳出来 直接把这个袜沾了小尖 是盛世的这样一个局局面呢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但此时呢 白旗有一部好手 可以直接大飞到这儿 这个大飞很有意思 这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说黑旗要足度的话 走这里 那么会白旗小尖 黑旗如果立的话 白旗一挖 黑旗打吃 白旗接 黑旗吃 那么简单的白旗吃 黑旗端不开白旗了 那如果说 接住的话呢 白旗就度过 那如果黑旗的 要这个 一味的去足度的话 白旗就顺势冲过来 那么黑旗自身都难保 所以白旗这个大飞 应该说是 暂且可以 嗯 一手起连回家的 这样一部好手 然后呢 黑旗就选择 嗯 黑旗是判断的问题 黑旗把这些 先手都走掉 比方说 这样子 统统都走掉 然后呢 再回头来 把这个 交换掉 再见 说来呢 这应该让我们 非常的惊讶 当摆完这个 变化图的时候呢 李世世自己认为 此时呢 黑旗将会以 最终以这个 一幕半的 小优势获胜 那么 嗯 这可能是在 高手之间 他们的这个思维 或者说 算路非常的长远 但是 嗯 如果说 换做让我 这样的一个 水平线来看的话 嗯 现在 比方说 黑旗就小肩到这 嗯 之后的这样一个 收束就要让我 判断出来 指这个胜负之间 只差一幕半的话 可能是 非常困难的 一件事情 所以说 嗯 但是呢 最终的这样一个 结果可能我们 还是要相信 高手的这个判断 那么最后呢 当然实战的 这个黑旗呢 是错过了 这样一个胜机 不过呢 这也让我们领略到了 这个白旗 首先这个大飞 嗯 一手连回 这样一个比较 强妙的手段 同时呢 最终这样的黑旗 一个比较小的 收束 获胜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变化图 那么我们再回到 实战来看 实战的黑旗 可以说是 接连错过了 胜机 那么 这应该说 从这个 技术的角度来说呢 是比较 令人遗憾的 但是呢 我们的立场呢 还是比较鲜明 毕竟呢 此前的鼓励呢 是已经是 1比0先下一场了 如果说 这局再获胜的话呢 鼓励将获得 这个冠军头衔 同时呢 是在这个决赛舞台上 战胜的对手 事理事实 那么可想而知 这样的一个冠军呢 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那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 实战的黑旗 没有从这里面打 它打在了外面 白旗接住 黑的接 白旗 端上去 这样的这个 差别呢 就是非常的明显了 刚才黑旗是 很顺势的 可以 把这个 白旗是 先手断掉 但是此时的 这个实战结果呢 就稍微有差别了 虽然黑旗 还是可以 冲过来 那么这个冲的 白旗还是 不能挡 虽然说挡住是 非常 可以确保 自己的这块空的实力 但是 如果说这样子 被黑旗断掉的话 白旗 要从这个 中间 从这冲出来的话 想做活 那么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呢 白旗呢 是要接住 然后黑旗 实战是 直接走过来 那此时 如果说白旗 想要贪恋 这个小局部的 这个木属的话 会给自己 这块旗 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这样的话 黑旗再接 白旗接住 当然 这根 其实 如果说 下成这样的话 跟我们刚才 白的这个 黑旗从这打 之后冲过来的 变化图实际上是 差不多的 黑旗呢 依然可以放弃这个 杀白旗这样的一个 看不清的这个局 这样一种下法 那么直接收控 那么还是按照我们之前摆的这个变化图 最终呢 黑旗 抢到先手 把上面这个 最后一个白旗 加进来的大关子 给补掉 可能还是黑旗 小胜的一个局面 所以 此时白旗 判断也是非常的精准 他没有接住 冲了出来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世界大赛的决赛舞台上面啊 这种时候的翻旗呢 可能在下的时候 起手的心理 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变化 尤其是在这个 比方说先胜一局的这样一个 嗯 情况下啊 所以古力来说 可能他的想法会更多一些 就比方说 嗯 如果说拿下这盘棋 那么可能就是2比0 那么这个比赛就结束了 那么如果说输掉的话呢 嗯 双方战成1比1 那么 最后还要拼这个最后一盘的胜负 就对于古力来说 可能心理上的落差会比较大 那么相对来说 对于李适时来说 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因为如果输掉的话 比赛就结束了 所以他只能背水一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很考验 鼓励对于这个棋的判断 很多时候 由于心理上起了变化 所以会导致自己对于局势的判断 会产生误差 那么这样呢 嗯 造成的这个棋的内容 本质上的一个变化会很大 相对来说 这盘棋最终的鼓励是取得胜利 但是呢 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招法 它都是下的 嗯 可以说在判断上面非常的准确 稍有失误的是这一步挖 但是呢 嗯 由于虽然是我们在这个局后摆出了这么多的变化图 包括白棋如何出棋 包括黑棋打了之后 接触这一系列的变化 嗯 甚至于这个黑棋 嗯 小见到这之后 摄影木板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 但是又漫长的这样一个变化 这要轮到 如果让对局者当时的情况去把这些变化全部搞清楚 这应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白鞋这个袜是本着 以这样一个最强硬的姿态去面对黑棋 嗯 这种想法呢 应该说是没错的 只不过呢 可能下棋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也知道这个 有的时候运气的好坏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强者运强嘛 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但是呢 有些时候确实是嗯 周围的一小小的一个路 误差呢 或者说以嗯 紫在这个紫位的位置上稍有变化 可能会导致这些计算上整体的一个嗯 链条呢 就会产生变化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相对来说应该说这盘棋可能鼓励的这个嗯运气呢会更加的好一些 那这个棋还没有摆完 我们再看一下 黑棋打吃白棋 非常勇敢的冲了出来 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黑棋可以提掉 那么这对于黑棋来说是一个大棋子嗯 他可以先接住 实际上黑棋是先接住 对黑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棋子 但是呢 尽管这是一个先手提掉白棋两子让白棋补回的一个棋子可以说一来一回大概有十五棋左右 但是这个冲的威力是我想在棋盘上此时的任何一个大棋子都没办法与之抗衡的所以呢 嗯 此时呢 被白棋补之后呢 黑棋等于是嗯 破釜沉舟 也相对于说是没有办法的棋才从这飞下去 但是呢 被白棋一搬 在当时观看这盘棋的这些高手们在这个研究室的时候已经判断出来 当白棋一搬的时候基本上是深告于黑棋的死刑了 因为在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时候 就算没有白棋这个冲 黑棋想要飞下来这个杀白棋可能都是很困难的 那么哪怕是这个时候 嗯 何况这个白棋还有了一子 所以说黑棋的这个飞是相当于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不过此后呢 鼓励也是表现的非常的沉稳 没有再给黑棋任何的机会 那么也是顺利的赢下来这盘棋 那么嗯 再一次的证明了鼓励的实力的同时呢 他也是嗯 也是获得了本届这个LGB的冠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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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